今天我們就報告兩例 都是屬於家庭的群聚關係圖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主要就是這兩個東區家庭的爺爺奶奶 他們現在都是後續的一個發病了 最主要就是以這個11099這個案子 是一個60多歲的女性 她是原案號5448的母親 她因為5月24號起 就已經被匡列為隔離者 那時候一採是陰性的 但是6月1號開始出現症狀之後 我們再進行採檢 本來6月4號採檢還是陰性 但是6月5號就確診為陽性 另外一個11326就是5448的父親 他本來就是行動不便 長期是臥床的 他也是5月24號開始 是屬於居家隔離 也出現症狀之後 一起夫妻兩個都去採檢 本來都是一採陰 然後再來再採 都是6月5號二採陽性確診 所以今天主要就是這兩例 喔 一個公關的area 你們